好了 各位今天很開心 今天早上等何思培 他比賽的200米 看看拿不到牌才分享對香港的喜悅 這三位運動員 應該公平一點 其他運動員已經很耐力 當然有時比賽是功力 表現和運氣 其他運動員也拿不到獎 其實他們的付出也很厲害 站在小弟來說 我也很敬佩他們 因為小弟自小就很心近視 但我很喜歡做運動 但我不能做碰撞性運動 例如打球 我都做不到 記得小學時也有試試 但問題是 當時沒有科學水準 因為我的眼睛天生很心近視 其實不能碰撞 到現在也不能碰撞 一碰撞 有機會兩隻眼睛都善望望脫落 所以我做不到碰撞性運動 只能去行山 游水 今天就很開心 香港第一次有兩面金牌 和何思培自己也有兩面銅牌 我都當他是拿了一面金牌 他極度努力 而且在比賽上的確有一點點 運氣上 你說有沒有失誤 說真的 每個運動員都有失誤 那些不說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真的帶給全香港 一種的榮耀和喜樂 包括小提在來 因為小提見到他們這麼努力 又得到成果 又說得都很年輕 這麼年輕的成就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東西 其實他們的表現 我覺得我這個年紀 應該這麼說 我這個年紀都要繼續努力 因為他們小小年紀 都已經有這樣的成就 我都不想做一條鹹魚 都想努力一點去拼搏 我分享我自己 對這幾位運動員 拿牌的喜樂之外 我都不想就這樣 就完結了這條片 我都看了他們很多東西 我都想分享一下 為何會有喜樂 希望各位觀眾看到這條片 都不會說 看了就算是 這些大家在外面都知道 他們的情況 大家都在喜悅 我分享一下 譬如江文偉 其實他的心是比較平靜 我講的表現 他有一件事 值得很多人都學習 就是在他樂觀的心態 樂觀的心態 由他的訪問 相信大家都看到 他是說 很想對得住自己的膝蓋 因為第一個膝蓋 就受了傷 就不好意思 令到他第一個膝蓋受傷 但第二次受傷的時候 他亦都不好意思 覺得對不起自己的膝蓋 很希望回饋回膝蓋 這件事是一個很樂觀 而主觀的想法 我覺得現今社會 尤其是在網絡世界 我覺得很多人都要向他學習 為甚麼呢 這種是很有正能量的想法 他是用了一個中間形式的想法 或者他自己也不知 為甚麼呢 很多人想法就是想好主觀 傷了膝蓋 我的目標是為了獲獎 我傷了幾次 都是勇往直前去獲獎 而沒有看到膝蓋 是為你付出了多少東西 這就是第三身的想法 通常一些善良的人都會用這種方法 除非他突然間入魔 應該說有些人入魔 他就不會用第三身去想 因為第三身是甚麼呢 就是想一想 隔離左右的東西 或者是觀察到隔離左右的東西 我們怎樣去愛護他 我們怎樣會令到他更好 這些就是第三身的想法 我覺得很多朋友都要學習 尤其是在這麼負面的社會 尤其是我在香港 好 到何思培 何思培他很享受比賽 這種這麼豁達的表現 當然是一個運動員 是應該有的思維 因為享受這件事 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你想想 有些人就會說有一個藉口 或者也不是藉口 那些人是看不到自己的好處 在做的事的好處 他們就會說 我現在正在上班 很悶 這些都是為世所迫 為了生活 但其實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正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是否應該 天安排你做這件事 你是否應該去找這件事的好處 當然這些是每個人自己自由的想法 但站在我的見解裏面 是否應該去找你做事的樂趣 例如我舉個例子 我個人自己是在做拍攝的工作 創作的工作 其實是很辛苦的 很多事情和運動員都很相似 你的腦裏面有很多事情想 其實很多時候睡不著 應該十個創作人 可能七八個都有抑鬱 他自己不知道 而那種抑鬱是來自甚麼 是來自一種追求完美的壓力 但這種壓力不是很多人釋放的 不是很多人釋放的 我用了一個方法釋放 就是我會有一個地方 又或者我喜歡的一個興趣 一不開心的時候 或者很想釋放這些負能量的時候 就去做這些事情 或者去那個地方 有些人就選擇去海邊喝杯飲料 何思培就充分表現到 因為它的外觀 你一看到它是比較樂觀 其實享受你自己的事是很重要的 即是你真的要找你現在做的事的優點才行 難道這麼吃虧 我負口負面去做這件事 其實你是在虐待自己 不關其他人事 你是在虐待自己 即是很吃虧的 由何思培這位年輕人 都當作是年輕人 雖然他現在好像是三十歲 但都是年輕過 我就叫做年輕人 由他身上散發出來的 這種歡樂熱血 希望可以感染到 現在大有負面情緒的朋友 就是再樂觀一點 好了 接著到張家朗 張家朗特別挑挑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 追求完美和沉靜的人 他應該很有聰明的東西 應該三個裡面最聰明的就是張家朗 當然也是比賽裏面 有時都要講運氣和技術 在國際賽裏面就沒有辦法 全部都要撞在一起 到底誰可以就是那個 張家朗身上散發出來的東西 當然是他永揭不捨的能力 他這種能力 就是帶有一種像王者風範的東西 就是說你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要凌駕自己才行 在他身上 我覺得這件事 很多朋友有意學習的 你要凌駕自己 就是說如果你說站在情緒方面 就不要給負能量去控制你自己 就是你要控制你自己才行 這件事我覺得 張家朗散發出來的能力 能量 我覺得是在這裏 我們可以向他學習 是的 我們可以向他學習 所以由這三位年輕人的表現 我相信我們是沒有藉口 讓我們自己懶惰 我們如果有能力的時候 還有一絲的氣力 還有一絲的能力 我們都要做好自己 如果你說站在他的影響 影響到香港甚麼 我就宏觀點看 就是他們這些運動的散發出來的正能量 就希望可以提高到 如果看到這條片的觀眾朋友 提高到你們的士氣 縱使你們的家庭可能不太妥 你們身邊的東西都不太妥 甚至乎你們自己都不太妥 不過你看到這三位年輕人的熱血 我希望都可以提升到一點點 就是城市裏面的負能量 就是不要太多 大家都應該要充滿這些熱血 去減少它 減少這些負能量 是的 他們在網上 都有很多媒體 其實不知道他們是找話題 我要跟他們平反 或是跟整個香港平反 這些人就專門找一些話題 其中一件事就是 比拼的獎金 其實說真的 哪個國家的獎金少 哪個國家的獎金沒有 我們香港的獎金有多少 他們比拼就說 我們香港那些是天價海鮮價甚麼 我就會形容 開帖子的朋友 他不是香港人 為什麼呢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我們香港 香港知 我們的比賽就是用 我們香港 登記人口 你當它七百幾八百萬 其實流動人口佔了多少 一百幾二百萬 然後腦弱 那些學生 還未出生的 我當他們有二百萬 是不是 其實這個數字沒得騙 是五上瓦的東西 然後工作是多少呢 只有八來萬 這是一個數字 但是你看清楚一點 我們整個地方 無論你是哪一個民族 你是哪一個種族 只要你生活在我們香港這個地方 你會感受到香港是一個 應該這麼說 我去過世界上很多地方 我從來沒見過一個地方 好像我們香港這個家 你只要在這裡工作 你只要在這裡生活 你就會感受到一個家庭 一個大家庭的感覺 總之現在的政治 搞到我們四分五裂 但是我們還未輸 由這幾位運動員 可以看到我們還未輸 你想想 我們只有這麼多的人口 但是在奧運場上 仍然有他們發光發亮 你想想 我們這麼多的人口 可以對比別人的國家 你看清楚一點 我們香港是很強大 所以我們香港 不能輸這套戲 我們現在是中國的一部份 但是我們香港這個地區 都不能輸了這個地區的士氣 如果我們輸了這個士氣 即是我們連自己也看不起 是不行的 所以我希望看到這條片的朋友 你們可以改善到你的思維 可以令到你們的生活士氣提升 如果有少許能力 就提升自己 不斷向前 這就是我們來到香港這個地方 不斷向前的動力 就由這幾位年輕人帶起 當然這種喜悅 我都希望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香港的運動員 都是那句 香港是我們一家 我們努力點 用奧運的精神 不要想太多政治負面 奧運精神就是世界和平 雖然他們運動員有競爭 但你可以看到運動員 是攬計自己的朋友 即是我們不可以那麼小器 想一些事情 即是我們黃種人不可以那麼小器 大哥 你豁開自己 你才會有另外一片天 是吧 才會更強大 所以我們香港努力 無論你是工作 做運動員 那些東西 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趕走了現在香港谷底的情況 你知道香港好 就是我們好 這些人類的正常思維 好 我們又下條片見 希望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